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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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謝交通大學的邀請 我個人今天非常榮幸 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報告還有分享 我的倫敦大學生活 我個人是法律背景的 法律跟我們交大大部分就是理工的學生 事實上也有一些關係 比如說理工背景的老師或學生的發明 要透過專利來保護 所以理工跟法律 事實上就是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雖然是理工背景 也要重視法律 像台積電、大力光 他們都有成立專門的法律部門 用來保護他們的專利 法律在工商社會 還有在知識經濟的時代 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就挑一個比較輕鬆的題目 來跟大家做報告 然後我個人事實上 就是說回到這個交大 也是很高興 因為我跟交大的科技法律研究所 現在已經成為學院 也有維持密切的互動關係 因為科法所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期刊 《科技與法學評論》 我個人也是編輯委員 所以我們大概每年都會開一到兩次的編輯會 當然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台北遊籍的校區 不過我過去大概五六年 也都應邀到科法所 就是說報告食品安全相關的課程 跟尼貴隆 尼教授 有很密切的互動關係 所以今天來到這個交大 我個人也是特別高興 然後今天選擇這個題目 我對倫敦大學生活 我個人1985年第一次前訪 倫敦政經學院攻讀碩士 然後一年取得碩士之後 回國就進入經濟部國貿局工作三年 之後取得我國教育部的工會留學獎學金 有四年 一般是三年 但我們那一年是最特別 給了四年 然後去專攻歐洲聯盟的專業 所以我1990年 第二次再到倫敦大學 攻讀博士協會 然後1995年 就是說順利起了博士協會 回到國內 然後也順利進入中研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工作 所以到現在已經第二十二年 然後從2000年 千辛年之後 我平均大概每年 就會回到倫敦大學 母校 尤其是暑假 從事短期研究 大概一到兩個月 包括我在研究生涯 跟倫敦大學 還是維持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今天就來做這樣一個報告 主要目的就是 讓在座老師跟同學 有多一點的認識 這倫敦大學 尤其是倫敦政經學院 這是以社會科學文明的 另外就是我讀博士班的倫敦大學學院 這是一個中有線的大學 等一下會比較詳細的介紹 因為我們國內學界 對於美國 對日本的大學教育 是比較熟悉 留學生也相對比較多 所以今天的這個報告題目 希望提供 就是說在座的同學 另類的啟發 如果將來大家有興趣到歐洲 英國 尤其是倫敦大學 這也是一個選擇 那今天報告的大綱 大概分為五部分 就是包括延期 就是說當初為什麼會選擇 就是說前往倫敦大學留學 第二部分就是碩士班 倫敦政經學院的生活 第三部分是博士班 倫敦大學學院的生活 然後第四部分就是回國之後 在中安研究院繼續的訪問協人的研究生活 那第五部分就是介紹一些 一般性的出國留學之路 給同學一些參考 倫敦大學留學之路 我們做一項重大的決定 當然都要經過非常謹慎的計畫 的思考 當然這個出國留學 對每個人而言 也是一項重大的決定 所以我們當然事先要思考 為什麼我要出國 這張圖啊 是華國籍的雕塑大師羅丹 他的雕塑叫陳思哲 新可陳思哲 他是一個複製品 在東京烏野就上野 他有一座叫做國立西洋美術館 他就收藏 但是這個雖然是複製品 也被認為是真品 因為每一個複製品都可以被複製 大概就是被收藏的那個博物館 複製大概20件 都視為這是真品 所以這是他的博丹 他的大作 陳思哲 所以我們包括做研究 都要有發想 所以出國留學 當然最主要就是出去攻讀 碩士或博士協會 追求高深的協問 然後強化自己的專業能力 因為碩士博士都是研究所的課程 都是非常專業的 所以可以強化這方面的專業能力 我想這個大部分是主要目標 就是說我想出去遊學的 現在這種現象比較少 第二個目的 當然就是體驗不同的研究環境 跟學術風趣 然後第三 到國外一些頂尖的大學 它可以提供更加的設備 像理工的就實驗室 還有學習環境 當然還有一些老師 一些知名老師跟他們學習 那第四方面 就是接受跨國多遠的研究信念 提高研究信氣 研究水準以及職場的競爭力 你如果是大學、碩士、博士 都在同樣一個學校 都在同樣一批老師 這樣可能相對 你接觸的就比較有限 大概像英國的學校 像比如說我就讀的政經學院 碩士 它不鼓勵自己學校的碩士生 繼續申請博士 他喜歡說外校的博士生 因為他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多元 我說換你碩士、博士 可能都是同樣一批老師 接受同樣的信念 接受不同國家、不同學校 這樣的一個信念 瞭解他們不同的研究的方法 我想這個也可以對於個人 可以開闊他的視野 第五點就是建立國際學術 以及研究的合作網絡 提高學術國際化的程度 而這個學術網絡 對於博士生 尤其是特別重要 因為這可能是一輩子 假設你繼續從事 在學術界或研究機構 這樣的一個研究網絡是一輩子 第六點 強化外語能力 另外就是體驗 跨國文化以及生活 因為你出門在外 可能沒那麼方便 十一住行 各方面都要自己去安排 所以也可以培養獨立性 所以這個對於一個人的成長 也是很好的一個體驗 外國菜不好吃 可能就自己 像台灣或中國留學生 幾乎美味 包括男士 即使你事先沒有學過亨嫩 在國外 隨便炒 隨便煮 都覺得好吃 包括外國學生 同學 如果分享都賺不解口 我們就有這樣天生的基因 因為從小可能在旁 看到媽媽在炒菜 或同學忌會 一些做一些BBQ或什麼的 很冷 自然而然都會煮 所以這個可以培養很好的獨立性 當然還有可以體驗跨國的文化跟生活 然後提供跨國旅行 參緩的機會 以及經驗 增管個人的一些見聞 尤其到歐洲 因為歐洲 它交通很方便 尤其是鐵路 年輕人 你又有那個use car 二十六歲以下 又可以享受很高的優惠 因為他們是鼓勵 年輕人到處跨國旅行 然後每個國家都保留它的一些歷史 文化 藝術的一些傳承 一些古蹟 所以在歐洲 各國旅行 是特別方便的 尤其是歐盟 二十八國 又有申跟免遷症 包括台灣我們享受這樣的待遇 所以我們就可以跨國到 三十三個歐洲國家旅行 包括不是歐盟國家 比如說瑞士 冰島 就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金錢 因為申請簽證很頭痛的 要花時間的 要去排隊 歐洲也是很多的 年價航空 大概跨國 city to city 比如說倫敦到 維尹納到羅馬 來尾基標大概是五十磅 所以現在四十 大概是兩千塊台幣 這個很便宜的 然後現在年輕人都 就是說都很強的 都可以自己安排的 包括住宿 住宿 以前我們都是青年旅館 你們現在都是民宿 跟人家share 有一個特別網站 所以年輕人 尤其你們如果結伴 那個費用 更經濟 更節省 所以這個是流血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附帶嘉義 第九點 培養獨立自主 把國際競爭力完成理想 然後這也是一個全球化的歧視 國際競爭力 這個跨國流血的經驗 你將來如果是 在其他國家就業 比如說現在很多青年 它是一個大中華的概念 到香港 到新加坡 到上海去工作 除了是在我們本土 台灣之外 甚至也有機會你在台灣工作 比如這些科技公司 可能也會外派到中國大陸去 或外派到其他國家 這個是很常見 因為他們都在其他國家都有設廠 所以有這樣國外經驗 當然就是職場的見證力 也有加温的效果 再來就是 我個人對英國大寫的印象 事實上我個人在大寫是沒有準備要出國流血的 但是有接觸過幾本 趙科書跟詩品 包括《會孝通》 這個是倫敦政經協定的校友 倫敦大寫 《重返英倫》 這本書是他描述 英國戰後蕭條的社會景況 也是非常有名的 他是一個社會寫家 甚至在中國大陸是大事紀 第二本就是錢宗書寫的《遺城》 這本書我印象就特別深刻了 他那個《遺城》大概描述 在戰亂的時候 大概可能就是中國在二戰期間 就是說中國屬於動盪不安的一個情況 城被圍困住了 城裡的人想外逃 逃不出去 然後外面的農民想進城卻進不去 所以這變成一個drama 對城裡的人 城外的人都是一個困境 進對不得 所以在中國在二戰期間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困境 所以他就描述 在那個情況下的社會 還有一些民心的擺態 他是文學家 《尼金大選》 這本書在中國大陸也是很有名 然後最後當然就是 習志某的《在北康橋》 這首新詩 這個大概是我們從 在學校就有學過 有唱過 所以大家體會就特別深了 包括現在的中國 他們列為教材 所以他大概是他介紹說 這一首詩是僅次於毛澤東的趁元春 毛澤東那首詩當然是比較有官方的 如果是排除毛澤東 他這一首詩是中國人學過最深入的 最多人的 不多 十幾億人 並且中國已經好幾個世代了 在二戰結束的時候中國有四億人口 而這首詩是1920年代 所以到現在將近一百 他影響已經超過二、三十億的中國人了 所以這首詩我想大家也都聽過 我們就再聽一下 敲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來 我灰灰衣袖 不帶走一片銀彩 我想這首詩 都可以提供我們很多的發想 瑕疵以及啟發 包括人生的一個經驗 那為什麼要播放這首歌曲 因為我讀過一篇 人老科學的相關文章 他有提到 當一個演講結束之後 大概我們忘掉80% 再之後寫理工的數學比較強 或許只忘掉60% 人文社會科學可能就忘掉80% 但是他提到如果是歌曲 他是會記住的 尤其是你已經唱過的 會勾取你的回憶 然後這首歌曲 大概是我們大家 共同回憶的其中一首 那另外一種他也提到 提問 就是發問 也會有深刻的印象 因為你要發問 你一定會經過你頭腦的音量 要怎麼問 提什麼問題 這個也會就是比較 就是不會忘記 即使今天這樣演講結束之後 你甚至還會印尿你自己本身提問的問題 所以這發問也是很重要 所以等一下如果是還有一點保留的時間 也歡迎大家提問 發問 所以這幾張 有一張就是劍橋國王協宴 然後在小橋流水 然後就是學生 最早期就是學生 在撐高 就是烹田 就是河畔 揚柳依依 所以他算是劍橋 算是我個人參考過的大學 其中最漂亮的一所 這是國王協宴 然後夏天 就是學生 就廠陽在草陰之上 所以越是考試之後 享受陽光 享受天空的藍天白眼 一般來講就是英國 包括牛津劍橋 甚至倫敦 它的藍天白眼 讓去國人都難以忘懷的 包括聽過很多中國留學生 因為現在中國留學生是蠻多的 然後我們都曉得 中國為了發展經濟 它空氣污染是蠻嚴重的 包括台灣 還不知道其他國家都受到影響 每年大概二三月有那種來害等等 所以剛才提到 這個留學的動機 是一個誤然 對我個人而言 因為大學並沒有計劃要出國 然後當完兵 當完義官之後 也已經到民間公司工作三年 然後因為我在大學的研究所 就是說讀東吳法研所的一位同學 他看到China Post 有一則廣告 就是說倫敦政經學院 一個外籍學院顧問 Dr.安邦 受到台灣校委會的邀請 因為其實他是去日本 香港 然後順道被台灣校委會邀請到台灣 來訪問兩天一夜 然後就是說對該校有興趣的 可以在一個指定的時間 到他下灘的房間跟他interview 六點到七點 然後我那個同學就 他有興趣就邀請我陪他去 就陪我那個同學 陳超雄 陳先生 他現在在外交部工作 然後事後我得到 許可他卻沒有得到 所以這個是 所謂有意插花 花不花 無意插柳柳成印 變成一個偶然 所以我等到 政經學院給我 碩士入學習可 才開始準備出國的工作 包括考託福 申請留學生護照 在1985年 出國留學是用學生護照的 不是一般護照的 那時候相對比較嚴格 所以從這個例子 可以給我一點啟發 提供給在座同學參考 也就是同學之間 這個關係很重要的 將來你們研發 可能是一個團隊的teamwork 團隊工作 很多在美國 有一些新創公司 不是同學之間 相互組成 所以這個關係要保持 好 然後 我留學對象是倫敦大學 雖然是 它下面有四十幾個學院 它成立於1835年 最早只有這個倫敦大學學院 就是我公讀博士班的這個學校 以及國旺學院 然後UCIR是早於Kins College 兩年成立 所以UCIR可能是倫敦大 創校的學校 然後在二戰之後 它把倫敦地區的一些學院 統統的歸納倫敦大學 所以那時候有四十幾個學院 然後由倫敦統一 去搬發協位 最主要目的就是維持它的學術水準 所以這棟大樓 Center House 就是倫敦大學的總部 它在二戰之前 是倫敦的摩天大廈 是巴洛克市 然後沒有受到風炸 因為希特勒 他經過調查 覺得這棟建築最雄壯 所以他打算就是 德國如果攻佔倫敦之後 它的總部要設在這棟大樓 所以他就沒有把它封炸 當然這個情報 美國也得到了 所以美國那個艾森豪 他的總部就設在旁邊 然後聽說有一條密道 是可以通到這個 這棟大樓的地下室 所以這棟大樓 是在二戰是沒有被封炸到的 然後在九零年代之後 在四十幾個學院不斷地合併 大部分就是大的學院合併 小的學院 所以目前大概只剩下十八個學院 然後其他比較著名的 包括倫敦上學院 雅暉學院等等 然後整個倫大大概有 學生有十三萬人 在理工方面 他最著名就是Imperial College 但是他在2007年 一百週年校慶 就宣佈脫離倫敦大學 自己獨立 因為他的名氣比較大 在Imperial 相當於美國的MIT 麻省理工學院 這樣的一個地位 有十八個學院 目前有大概十個學校 是屬於研究型的學院 然後他比較知名的校友 包括柴契爾 就是英國首相 印度國父甘地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然後就是二戰之後的小泉純伊朗 印度斯人泰戈爾 英國斯人慈濟 還有中國斯人習志蒙 還有台大校長復斯年 然後包括我們現任的蔡總統 也是倫敦政經協議的校友 那一國法也是 一國法 剛才提到會校通社會學家 所以剛才是倫敦大學的一般的概況 然後現在第二部分就介紹 我個人攻讀碩士的倫敦政經協議 碩士班的一些情況 我主要介紹他們的研究的概況 還有學風等等 最重視的 然後倫敦政經協議 它創立1895年 所以也有百年的歷史 我也曉得我們交代是1896年 也超過百年 所以這都是知名的一些 歷史悠久的一些名校 然後RSE是以社會科學為主軸 然後我個人去讀書 1985年 學生只有3700人 那到了2017年 今年 網頁上顯示是8810人 它比較特色的是它國際化相當高 所以英國本級的學生只有35% 其他百分之65 都是外國學生 來自150個國家地區 然後美國 學生 也特別喜歡政經協議 因為美國 剛演敵總統 也是RSE的校友 因為他就讀的期間是 他爸爸 擔任 美國駐倫敦的大使 所以在倫敦他身後一陣子 然後也在倫敦政經協議 大協部讀過兩年書 所以他也是校友 那英國有三個學校 主要政經協議包括牛津劍橋 採取所謂的Quota 就是依照每個國家 然後有一個配合 最主要就是參考你這國家的重要性 所以美國學生是特別多 然後現在就是中國學生 然後在我就讀的時候 前校台灣學生不到10個 包括博士生 然後到了去年 他光是發入學西可就70人 如果是加上那些博士生 搞不好就會超過80人 所以你看從10人 台灣學生從10人成長到80人 但是他從3700人也成長到8800人 大概成長兩倍 但是我們從10個 成長到80個大概成長八倍 也顯示台灣的重要性 由於是經濟發展 那他是一所著勤的大學 所以在60年代 英國的學生運動 最主要就是由21在帶頭 走上街頭的 但是很吊詭的是 他也是培養歐洲 最多億萬富翁的一所學校 比如說 正名的國際投資者 索爾斯 索爾斯也是兒子的教友 索爾斯經常提到兒子說 是他這個智慧的一個前沿 一個前沿 尤其是他的哲學老師 他寫經濟的 但他上過哲學的課 所以這個也可以印證 一些誇學們的知識 有時候也是相當重要 相當重要 他的世界排名 在英國的評比 是25名 世界25 然後QS是37 然後他的讀書館建管 1896年 就是學校成立之後的各年 然後他也是Bridge Library 大英讀書館的國家社會科學讀書館 就是Bridge Library的封館 然後英國出版的書籍 英國他很重視出版 英國人特別喜愛讀書啊 所以你在解印都會看到英國人 在看報紙或看小說 所以英國出版早期 甚至包括大英國寫的一些重要國家 比如說印度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出版的書籍都要送一本到RSE的讀書館 所以它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社會科學讀書館 長數在600萬冊以上 所以英國它專門蓋一棟獨棟的讀書館 來收納這些藏書 但現在都很多電子畫 尤其是期刊 否則的話它這個Space是不夠用 這張圖片是British Museum 舊的大英讀書館 中間 現在已經移到外面了 King Cross旁邊的蓋一棟讀書館 這是舊的 是岩拱形的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大思想家 大學者在裡面做研究 包括孫中山先生 包括寫資本論 那個馬克思 包括列寧 這些革命家 他們就是在人生最風雨飄渺 最困難的階段流落到倫敦 倫敦收容 英國收容 所以這也可以可見英國的包容線 像這個馬克思他也說了 他們都是在這個裡面苦毒 聽說他們都有習慣 固定坐在一個固定的桌子跟椅子上 所以那個都成為他們的鎮館之寶 中國的遊客還有這些共產黨徒 有點像朝聖 看一下他的位置 早期甚至要坐一下子 當然現在他們都已經把它收起來了 這個British Library也分出去了 所以他是目前倫敦政經學院 他另外一棟大樓 羅賓森 他有一個校長的名字 所以他是一個Social Science Laboratory 他強調誇學們的研究 他有一個特色就是英國跟國際組織 比如說英國國會 人人國 國際法院 歐洲聯盟 他一些官方文獻的索償 而這一些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是特別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蔡總統 他研究了WTO的 就是大量使用正經學院的WTO 比如說早期叫GATT的官方文件 裡面很齊全的 很齊全的 我們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不一樣 自然科學強調實驗室 強調設備 人物社會科學強調讀書 你讀書典長越豐富 研究就越方便了 當然還有其他的我等一下會介紹 他有很多的照片 我回去經常看到他都會定期展覽 英國一些舊照片 比如二戰時期的被轟炸等等 所以成為英國的共同歷史記憶 他定期舉辦很多不同的展覽跟信念活動 那常數才可以開架式 所以你在參考的時候非常方便 開架式大家不要覺得好像理所當然 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參觀過巴黎大學 參觀過維也納大學 這些知名大學 他們沒有才可以開架式的 你要先找讀書卡 然後添那個申請單 交給櫃台 他快的話 你若是研究生 若是老師 兩小時 若是一般的讀者 可能隔天才在櫃台裡 所以這樣很不方便 你介意到之後 你可能只有參考其中 這本專書裡面的一兩頁而已 但是你可能要等了一兩天的時間 所以這開架式雖然是美國式的 在英國他也採取開架式 若是碩士生 博士生 時間很寶貴的 你在架上這樣翻一翻 你有需要的那一兩頁幾頁 趕快飲映 就可以帶回家週末 就可以做研究了 你如果說這樣 每次都要添升飲單 這效率就大打之闊了 另外他從早上8點開到晚上12點 這個在美國 可能24小時也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在英國 因為他們讀書館 他們強調工會 讀書館門員 他也要下班的 他最多是開到9點 他是三班制的 三班輪流的 所以英國讀書館 開到9點以後很少的 所以他有辦法開到12點 這在英國讀書館 也算是一個突破的 這對於學生是很方便的 你有時候研究 可能就是在趕報告 都可能要到12點 他研究所的特色 因為是人文社會科學 他讀書的資源非常豐富 有利做研究 另外成為大寫 知名大寫最主要有好的老師 知名的老師 很多 並且英國 他很多老師都來自不同國家 大英國寫 或像歐洲的國家 所以你就可以吸收很多不同的觀點 像我 碩士班讀的四門課程 國際經濟法 Chakin 是來自澳洲 讀的跨工司法 馬克里斯基來自波蘭 然後另外 中國財經法的老師 Philip Baker 來自猶太人 我只是曉得他是猶太人 另外 同班同學 因為好學校 所以吸引很多好的學生 好學生同在之間 也會相互一個激勵 我們不要說競爭 會碰到很多天才型的學生 你會 有時候真的是會非常shock 但是就是 這也是一種激勵 很多聰明才智的學生 比如說我讀壽司班 很多美國學生 他已經在美國的好學校 Low School 跟比亞 膠質亞 都已經拿到JD的 就已經拿到第一個法學位 再去讀壽司 壓力相對也是會比較大 因為我們是來自非營系的國家 另外就是他的教學方法 就是重視seminars 就是討論 科學上討論 分組討論 分組的就是辯駁 然後也重視個案研究 政策分析 還有問題的解決 比如說 假設我是學 這個 食品安全 台灣前一陣子 發生毒雞蛋 馬上就做一個case study 這毒雞蛋 到底是多毒 什麼毒 來自哪裡 那個毒性 對人體的健康危害是哪些 所以馬上就是要分組做討論 這樣就是你也可以chair你的生活 你的社會 然後解決一些實際上社會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就很好 然後國際關係的一樣 比如說 北韓 對不對 核四報 發射灰彈 馬上就是一個議題 那就是同學就分組討論 這在國關 國際關係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大環境 就政經學院它位置在倫敦的文教區 它旁邊很多的學院 比如Kings College 還有大學學院 雅惟學院 所以到不同的學校去 旁聽課程或選課 或去讀書館使用資料 都非常方便 甚至很多的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 所以你就說在周末 也可以到博物館晃晃 因為這些都是世界保障 英國在日不落國的時候 國勢最強的時候 從世界各地把它弄到這個大英博物館 不只大英博物館 還有包括剛剛理工學院的 Imperial College 它附近就是博物館區 有大概四個世界級的博物館 比如說Earth Science 地球科學 還有科學 比如太空科學 還有那個自然史 Nature History 這個對於你做地理的 做考古的 做科學的 就有很大的幫助了 所以它的整個大眼鏡 然後開放性的辯論協風 人物社會科也就是重視批判 針對這個政策或法律 比較沒辦法解決問題 比較落後的地方 就要提出批判 來促進政治的改革 還有法律的進步 所以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就是開放性的辯論協風 從科學們的研究方法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定期舉辦在Public Relations 邀請很多的知名協者 思想家 政治家 企業領袖 到政經協院做演講 這個都是爆滿的 也是因為政經協院牛津劍橋 因為他協教的知名度 才有辦法請得動 比如說像美國總統Clinton 這些都去過做演講的 南非總統曼德拉都去過的 一些知名的 並且從陳水本選總統 聽說有一個慣例 要選總統都會去 政經協院的Order Sheet 他一個舊的大演講廳 去做演講 聽說在那邊演講 那個磁場氣氛都不一樣 所以當顯率就相當高 所以陳水本有去過 蔡總統有去過 但是馬總統就不信這套 所以他去英國 他是跑去劍橋 他去劍橋做演講 他也是照樣當演總統 所以有很多包括大思想家 去做個演講 所以他重視中文研究 所以這個大概是 對於研究生 有一點人文社會科學 是研究方法 還有他的邪術和邪風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你如果是博士生 還重視實力考察 比如說我學歐盟的 指導師一定會要求 你要到歐洲 Brasil 去做free work 你在暑假的時候 甚至最好去他們內部 做intern 做實習生 大概一個月或兩個月 了解他們內部的運作 然後認識一些人 這個對於將來你的研究 資料的蒐集 還有就是討論 你碰到一些問題 就可以email 跟他討論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如果沒有進去 你透過email 他們是不理的 他已經認識你了 因為他們收到的email太多了 然後還有博士生 一定要到研究生聯會 去先讀論文 然後甚至部門的論文 修改之後去投稿 所以在英國 他也是蠻重視這個 這個剛剛大概介紹 所以正經學院 我個人的研究生物的心得 是主修國際經濟法 跨國公司法 中國經貿法 然後英人的苦讀 我個人感覺 當然包括我個人 大學比較混 所以沒有很用功 所以我現在回想起來很後悔 如果大學可以再重來 我會好好的讀書 因為我在碩士班 非常intensive 密集的 因為他一年的課程 所以我一年讀的資料 書籍 期刊的文章 報章雜誌 英國很重視報章雜誌 他是實事的了解的 所以他老師都鼓勵你要讀 Financial Time 金融時報 Economist 經濟學院 然後添BBC的一些新聞 加起來 感覺大概每個人都這種 因為我那一年大概有六個台灣 有學生 輪到 大家都感覺 包括用功的學生一樣 已經取得歷師的 像陳水本 謝昌典那都是撞眼的 他們那一起都是六個七個考上而已 已經考上歷師的 台大學生 自由生 他們都承認說 一年讀的比四年還多 加總 所以可見這個 學業壓力也是滿大的 然後剛剛提到到不同的學校 選客 輪大有一個好處 我們受試班修四門課程 兩門課程可以在其他學院選 就50% 你不能超過50% 所以當初 四十幾個學院有五個學院有 開 就有Loft School 我就可以到其他四個學院 修另外兩門課程 當然你也可以都不在其他學校選 全部都在輪真正經學院 但是大部分學生還是都會誇笑 選一兩門課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交流 我是覺得很好的制度 剛剛提到 然後住在學生宿舍 也可以跟不同的 對 不同國家的學生交流 這個可以一種不同的生活體驗 就不同國家有它不同的封鎖面前 然後也可以 大家一定要用英文溝通 所以像我英文不好 這樣也有機會 你如果單獨住外面 就比較沒機會 跟黃東住或怎樣 因為住在學校 吃飯時間 其實要提供晚餐早餐 尤其是晚餐 有時候一吃就是一聊 就聊一小時以上 這樣也可以認識一些 尤其是跟香港的 跟新加坡的 跟日本 所以以前就有學長教我們 你英文不好 你不敢開口 你就去找日本學生 他說跟日本學生談 這樣就對了 這樣會增加你的信心 所以體驗不同的生活 然後培養藝文的興趣 比如說我們交大 我看外面海報 很多不同的藝文活動 客家文化 原住民的舞蹈 歌唱 這些都很好的 交響樂器 上學期還有那個芭蕾 給大家不同的藝文的氣息 倫敦是一個大都會 所以他交響樂器就有三四團 在Corpengarden Royal Opera House 還有這個Royal Opera 歌劇 還有Royal Ballet 都是在這個Royal Opera Opera House 欣賞這些都是所謂的World Class 你能站在 站上倫敦的這個表演舞台 就是世界級的 不只是說在Royal Opera House 還包括在South Bank的藝文中心 有大概三個不同的 也就是我們國家音樂廳 國家紀念 他還有三個大的表演廳 所以這個給學生很好的機會 尤其寒暑假他大部分都休息的 所以就是說在學期期間 因為在寒假你可以買那Stand-by ticket Stand-by ticket有時候啊 位置都很好的 位置大概以前我們三十年前大概3.5磅 長到五磅 現在長到十磅 你就可以享受世界級的一些表演 比如說在他們的Christmas 他一定會演那Nutter Crack 胡桃剪的芭蕾舞蹈 然後世界三大芭蕾舞蹈 胡桃剪 天鵝虎 睡美人 這個蔡爾洛斯基的這個名著 還有包括Opera Opera當然也是值得開眼界的 還有很多的博物館 英國博物館有一個好處 現在都是免費的 所以你就可以節省很多的錢 你可以一再的瀏覽 像大英博物館 你大概一個半天三小時 大概可以好好的深度的 就逛大概兩三個Session 兩三個Room 大概我們這個演講廳這麼大 它這個大概有八十幾個廳 那可以花很多時間好好的參觀 還有很多的皇家公園 Rigions Park Kill Garden Kill Garden也是世界最大的植物園 它從它的海外殖民地 Command Waste 就是大英國學 蒐集很多的奇蛙異場 所以這個也都值得去參觀 剛剛也提到Rigio Opera House 這就是Rigio Opera House 在Kill Garden的表演 然後也可以順道到不同的大學 像牛肩建橋 愛丁堡 卡蒂屋 英國的鄉村的景色也是很漂亮 然後甚至考完試 也可以到其他歐洲國家自助旅行 體驗不同的風土面前 剛才提到的 培養獨立生活能力 然後客戶有血遭遇的種種困難 等等 但最大的壓力還是血液 血液 回國之後 因為寫國際經濟法 所以順便到經濟部 國貿局工作協議自用 然後之後培養出很高的 很濃厚的研究有興趣 所以就是我考了三次工會留考 就順利取得工會 因為你讀博士一定要有獎學金 因為到了讀博士那年齡 大概30歲左右了 有可能都已經結婚了 然後在英國人文社會科學 要拿到獎學金很困難 所以你沒有講的一件 幾乎就是在財務壓力之下 要好好考慮的 因為英國協會特別貴 大概協會目前已經漲到 超過2萬英鎊一年 繳4年 那就花家當的 我出國留學是1比50 所以一年協會就要100萬 生活會大概是50萬 所以4年下來要600萬 所以那是協醫學的同學真的是 把房子賣掉了 繼續支持 所以讀博士一定要有獎學金 所以剛才提到的是碩士深樓 博士讀的學校是倫敦大學學院 剛才提到的是倫敦最早的學校 它是由邊秤 這些人所創立的 然後邊秤我們聽過就是功利主義的大師 什麼叫功利主義 就是創造最大多數人的最大性 就是功利 或許這個功利不太精切 但是福利主義或許 他最大名稱叫南丹 University 那因為是邊秤所創立的 他有背於牛津劍橋 牛津劍橋是傳統的貴族學校 他是專門培養英國的精英 所以你若是家裡沒有一點錢 送你到 就是說從小學就送到一些私立學校 他有一些特定的學校 像哈肉啊 還有Rubbie 也是一個 是很難進入牛津劍橋 但是這個邊秤啊 他要打破這樣子 一個觀念 教育應該是開放給錢民的 所以他強調平等主義啊 平等主義 他是一手啊 就是說打破英國傳統的一個平民大學 平民大學 那目前學生已經將近四萬人了 因為他併過很多其他的學院 小學院 QS世界排名第七炭四十五 所以右邊這個是他的 他的學校正門的建築 然後是由他的老師啊 自己設計的 因為他本身有一個建築學院 雖然在英國啊 唯一的一個建築學院 然後他重要的研究領域 有包括醫學 生物科學 生物藥學 建築 機械電腦 考古 藝術法律社會 公共政策商學 所以他是一個中爾先的大學 然後他最近併過很多 倫敦大學有其他學院 像School of Farmers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本來是 英國排名第一的 世界排名第二 也被他併過了 然後還有神經 這個學院 這個學院 亞裔學院 兒童健康學院 那英國的博士班啊 他是 純粹是Research 就不在顯客了 這跟美國有點不一樣 但是會鼓勵 研究生參加這個 Research Method Seminar 這個大概是一個業啊 博士班學生會集會一次 然後就是他的Tutor 一般來講就是所長 會介紹一些研究方法 然後就比較資深的博士班同學 會輪流報告他的研究題目 然後就是也是研究生的一個社群 相互認識 所以這個也是滿不錯的 一個機制 所以我個人也是從事了大概四年半的 博士研究跟論文寫作 然後順利起的博士協會 因為是台灣學生 所以大部分也是研究 跟台灣有點相關的題目 所以我的博士論文是 EC External Trade Relations with Taiwan 就是歐盟跟台灣的貿易關係 因為我個人使用台灣資料 畢竟會比較專業 比較熟悉 然後這個博士 英國啊 博士主要是培養你 從事獨立研究 這樣的一個能力 就是寫文章 做研究這樣的一個獨立研究能力 建立研究的信心 然後這博士班研究新的 剛剛提到的 跟指導老師建立非常密切的 學術關係跟網絡 所以一定要跟指導老師 舒伯萊瑪士好好相處 好好相處 然後也跟家人 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我師父 我太太就帶我的小女兒 一起到英國 我去了 不到一些情 然後事後 隔了大概十個月 所以又在那邊生一個小兒子 然後小兒子就有得忙 兩個小孩 又給老婆幫忙做夜子 所以大概一兩個月沒去見知老師 我知道老師就說你最近在忙什麼 怎麼都沒看到人 我說剛剛生一個小孩 你是來讀書還是來生小孩 我說兩者都是 兩者都很重要 為什麼 跟家人相處的時間大概是台灣的兩三倍 尤其是在冬天 因為英國冬天冷 戶外活動就比較不適合 英國的假又多 Christmas放一個月 學校Library也關起來 所以你在家裡大概是20小時 跟家人在那邊相處 因為我住教會的宿舍 剛才台灣同學會會長介紹 深淵道很幸運 所以有台灣同學 還有跟其他的巴西級的或印度級的 大家一個禮拜就做一個Party 或打乒乓球還有一些互動 或者的話幾乎就是24小時跟家人在室內相處的 所以跟家人也會建立很密切的互動關係 所以回想起來 大家都有學生覺得很甜膩 那段期間真的是 對 因為回到台灣大家工作都忙 也沒那麼多時間了 沒那麼多時間跟家人相處 私後就攝影到中文醫院歐美所 然後這個思想啟發 剛剛也提到 兒子一是左派學校 強調社會主義 從事良性的社會改革 促進福利國家的建立 然後優希爾 大學學院 他創效強調 精神強調平等主義 強調功利主義 就是為大多數人創造最大的幸福 也就是強調 你的所學要貢獻所長 對國家社會還有前民的福祉 甚至現在也強調人類的福祉 有所幫助 他們也都是有很崇高的創效的理念 所以這個創效者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這個邊秤 他往生之後 這些校友 他捨不得給他埋葬 因為 剛才提到的 倫敦大學 他醫學很發達 所以就是在討論說如何保存 最後就是把內障拿掉 然後把他的頭蓋骨都還保留住 本來都還放在那棟大樓 用一個玻璃櫃展示的 但是被嫉妒 被敵對學校Kings College 好像說拖走了 所以四二又把他找回來 現在就是弄一個模險 頭模險 他的頭蓋骨已經把他放在地下室的保險箱 保險櫃了 變成正孝之寶 所以這個Benchon 他的理念影響因果 學界和他的學生是很大的 事實上孫中山也讀過他的著重 也受到他的影響 所以在他三明主義也有提過 為最大多數人創造最大的現容 這樣的一計畫 然後思想起外就是Benchon 他本身就是過著那個修士的生活 英國大學本來在中國世界都會修道院的 那些老師 那些學生 他很重視靈修的 所以Benchon本身也是這樣 然後群裡創作 每天要寫文章寫八到十小時 所以還有很多他的手稿沒有發表 他剛才強調了 他強調批判方法 針對英國當時社會的腐敗的現象 法律落後的地方 就提出精銳的批判 所以這個critical approach 也成為社會科學 研究了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尤其博士論文 你如果不提出一點建議 一點批判 你變成全部都是敘述的 變成你的這本論文價值相對比較降低 所以這個critical approach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當你要重視客觀的批判 以及建議 提出可行的建議 對問題的解決才有幫助 研究的目的 鄭金賢強調格物自知 格物自知 所以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因為這個道理 中國2500年前就提出來了 格物自知 也就是在追求真理 了解事物的本質 並且解決問題 促進社會改革 然後剛才提到 優希爾在促進社會的福祉 這些學校 那比較強調 剛才提到的 這個社會福祉 所以培養出很多的政治家 思想家跟大學者 比如說像甘地 這優希爾的校園 他就採取不合作運動 引導印度的獨立運動 日本 明治維新的所相 伊藤博文 也是優希爾的校友 就是說 將英國的所協 帶回日本 從事政治經濟社會的改革 所以優希爾他就把他立碑 日本第一批 送到倫敦大學的這批留學生 大概有七八個的名字 都把他寫下來 中國當然也有 嚴富也是倫大的校 但很可惜 中國派出去的留學生都是天才性的 他跟伊藤博文同期就寫的時候 這個嚴富他都是第一名的 甚至是比英國學生成績還好 但是等到他們快協診歸果 伊藤博文跟他講 他說我雖然沒有拿到協會 我協會比你差 但是我可以意見我自己 回到日本之後 我的成就絕對比你大 我的政務一定會重用我 所以多可惜啊 沿路回去之後 清早把他派到童文館 童文館是幹什麼 做翻譯啊 日本 這個伊藤博文已經看穿了 中國清朝做的都是表面工作 做假的 好像說我有派遊學生出去啊 寫起西洋的政經啊 寫起你們先進的一些理念啊 一些制度 一些思想 但是回去之後 就把他冰凍起來了 他不會用啊 早期 掩護回去的時候 也是很無奈 他沒辦法施掌長才啊 慢慢的摸索啊 也發現說 一些科普的工作 思想普及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就選了賀西里天隱論 他是根據達爾文 這個賀西里天隱論 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 是一本創作的 翻了這些本 然後他裡面就提出了這樣 物盡天責 優勝類拜 適者生存的理念 這個理念 對當時的中國人 的思想 是一個大震撼 所以他也鋪下了 中國幾世代發言思想 革命的思想種子 還有中國改革 近代化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思想 的理論基礎 所以他的影響 搞不好比他去 當一官半職 更重要 影響幾個世代 到目前也是一樣 就是訪問協議 就是南奧博士 新年之後 我大概就是 利用暑假回去 大部分都是利用 高等法律研究所 作為研究的基地 因為這是一個法律的專門讀書館 藏書有20萬冊以上 還不包括他的期刊 電子期刊等等 因為他開架式 所以是很方便 因為我從碩士 就在使用 所以是很熟悉 所以我大概是今天做長農 晚上10點check in 到國際學社check in 我隔天早上9點就可以 到讀書館報到 就馬上投入工作了 就不用再重新摸索 重新找資料 說這些資料放在哪裡 這些資料放在哪裡 因為我都是帶一個計畫出去做的 是高等法律研究院的大門 因為他本身也經常有不同的活動 學術活動 所以也可以去聽一些不同的演講 你到國外就是可以了解最新的一些發展動態 大家關心的議題 國際主流的議題等等 然後我個人英文的文章 大部分出稿 就是也是完成倫敦訪問期間 所以也是我個人 知識跟創作的重要前沿之地 倫敦大學整體而言 我的個人生活感想是這樣子 從1985年到現在 超過32年 我個人見證了台灣的成長 這是值得驕傲的 所以以簽證為例 1985年我申請英國簽證 台灣沒有辦事處 它必須把 我必須寄到香港 香港它要寄到曼谷 那時候是曼谷花 所以要經過三個月 所以那時候真的整個心 非常不確定性 到底英國要不要花 然後到現在1990年 我出國讀博士 英國剛好那一年 在台北社會代表處 簽證工作天是三天 你如果寄見 就像working day 一個工作天 當然費用比較高就花給你 然後2009年 英國給我們免簽證 如果學生簽證 像我小孩 前年去曼大讀壽司 我簽證7000多塊 你這也是我來開銷 對不對 現在給我們免簽證 光光 對不對 其實就不用這筆費用了 7000塊就可以買很多的紀念品回來 送簽盆好友了 7000塊 也是英國給我們免簽證 激勵了這個歐盟 在2011年也給我們生個免簽證 所以我們可以到36個國家 這麼多國家自由旅行 因為到歐洲瓦可能是四國五國 一個國家給你charge 5000塊 就額外要一兩萬塊了 這一大筆開銷的 見證了台灣的成長 因為簽證是主權象徵意義很高的 有很高的外交政治這樣的意涵 很多國家是拿不到免簽證的 我們現在有超過一百三十幾個國家免簽證 包括美國都給我們免簽證 所以表示我們國家是受到人家重視 雖然大部分都是沒有邦交政治邦交 台灣的留學生也越來越多了 1985年我剛才提到的 教育部發了寫先生的33章 前英國的台灣留學生兩百多人 到了1990年成長到3000多人 現在5000多人以上 那就是他的大學的精神 也符合就是中國 還有我們傳統中華文化 大學制造再明明的再簽名再自善 簽名就是胡子 你的所學要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 或對自己或對家庭有所貢獻 如果理工中國又有一個天文開悟 利用後生這樣就是說促進社會福祉 這樣的一個理念 所以出國一般來講會更愛國更愛鄉 我想有出國經驗的人應該都有這樣的體會 在國外反而更關心台灣 尤其最害怕聽到台灣地震 台灣一地震 大概國際電話又不通了 然後台灣有很多的成就之驕傲的 比如說台北捷運 英朗服務的效力 生活的便利性 生活機能的方便性 還有台北的天工 新竹的風 新竹科學的元區 好山好水 我們在台灣生活真的都很幸運 值得我們共同努力跟建設 大家在交大 讀書 能不能提出 四個交大的特色或特徵 最難以忘懷 就當然不急的回答 大家可以回去慢慢失守 四個或許太多了 三個 新竹我們都曉得 新竹的風 雖然是冬天很冷 但大家如果離開之後 會很懷念 等等 還有新竹的客家文化 客家媚 在座很多男同學 對不對 有沒有去發掘客家村 客家菜 還有火車站前面 城隍廟 對不對 新竹的貢丸 新竹的泥魂 還有很多人文 很多的文化 值得我們慢慢的去觀察 去體會 台灣雖然小 2300萬 但我們有打拼的精神 有很好的人力的資源 有優質的大學 然後因為台灣身處海島 所以我們地理位置很好 不管是對外的發展 到日本 到中國 到美國 所以我們相對 有很好的國際觀 我想在座同學 應該多少少 又到國外去旅行 或遊學或交換這樣的經驗 這也是台灣 一個競爭力 一個軟實力 因為這樣無形中 也可以培養很好的國際觀 台灣的民主制度 市場機制 雖然還不是很成熟 還有精進的地方 但這也是開會中國家 對一個驕傲 對人錢的尊重 還有中小企業 台灣的經濟 非常了不起 50%以上 都是靠中小企業 社會的包容 多元的文化 還有傳統的中國 中華文化等等 這都是我們的優勢 所以 以貿易而言 因為這是我研究的領域 從1990年以後 已經成為全球前20大貿易大國 去年 我們是第18大大國 我們佔全球的貿易總額 早期是2% 最近中國 印度 越來 它在後面追趕 所以我們慢慢掉到1.8% 但這已經了不起了 這IC IT 通信相關的經營這些產業 佔台灣出口30% 也是台灣 就是貿易引以的主要來源 所以這個貢獻非常了不起 並且這個產業已經支撐台灣經濟 將近30年了 我們還在找下一個產業 這個比較不清楚 這個就是台灣進出口占世界排名 去年大概18名 這目前也在發展 IT AI 光電生技 力人產業 金資農業 貼帶人員 綠色經濟 還有機器人 還有火箭 還有火網工業 自主工業等等 以促進台灣產業再升級 所以交通大學 我們在這個 這個台灣科技發展的過程 一定會繼續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座的同學 你們現在很多的是大學部 不要汪志悔薄 像臉書 創辦人 主播客 都是大學 事若經過不到10年 就有了不起的一個成就 我們的平均國民所得 Per capita GDP 在2016年是22453年 世界排名37年 IMF 前九排名182個 我們排名37年也了不起 所以我們已經屬於中上所得的國家了 屬於相對是富裕的一個社會 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我們已經落後於韓國 香港跟新加坡 你看 新加坡排名前九十名 已經超過很多歐美國家的 這也是了不起 不過大家要曉得 1970年代 80年代 台灣是亞洲四小龍 這四個國家的龍頭 早期很多韓國都是學台灣的 加工出口器啊 還有中山科學院什麼很多 他們都是學 還有十大建設啊 但是現在他們已經超越台灣了 所以這個值得我們警惕的 所以這個是排名37名 所以我們已經贏過這麼多國家 所以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所以輪能大學生 我剛剛講就是 我們學校的學生 同學 是台灣的精英 台灣未來的主人翁 所以在學校就好好把握 學校學習的機會 打好這個基礎 將來就可以做出更大的貢獻 因為往往柏林文社會科學 都會有這種感覺 書到用實方很少 他會覺得說自己以前 寫的真的太有限了 為什麼不用功一點 等等 就是學生最重要就是把專業的基礎 把它寫好 繼續為台灣發光發熱 所以有一句成語 長江後人推成那 江山帶有人才出 各領風騷數十年 所以你們的未來 如果到65歲退休 應該至少都要有四五十年 一個美麗的風景 就是說等著大家去開創 最後一部分就是 將來如果有現機流血 出國流血之路 要有規劃 顯效顯細要符合國家發展 市場需求 當然就是要挑解決全球的問題 人類的問題 或國家社會的問題 你有辦法從這方面的研究 因為人文社會科學 就是以問題解決為導向 我想智能科學也是有劣勢性 你有辦法解決 目前當今能武科學界的一些難題 一些挑戰 我想這樣的會更有意義 你同樣花時間精力 所得的成果可能會更有意義 當然你還有很多的考量 個人家庭等等 然後要有 對 國立大學的學生 可以盡量挑選中上的學校 因為有它的優勢 我們交大絕對是好學校 所以也可以攝影到不錯的學校 然後一些執行的工作 然後準備到大學官網 然後了解入學條件 程序 語文先修班等等 人文社會科學叫書單 甚至讀書館找一些考古題 最近三年 你就可以了解這個老師 他課程的重點 研究的重點 然後My course My research 不一樣 然後就是 也可以事先了解一些主流期刊 重要學者 事先就可以收集相關的資訊 要有深邏的安排 碩士最好不要超過兩年 博士最好不要超過五年或六年 然後就是說 平常要有休閒活動 運動 旅行 逛工業 博物館等等 現在博士生 要 就是說理工的一定有teamwork 一個實驗室可能都幾十人幾百年 然後拿到博士要留意真才出版 然後大學研究機關真才有一些考量 這當然是博士 然後結論就是 反思異者力 要有充分的準備 然後要有最好的準備 最壞打算 就是說要有危機處理 就問題 如果解決 然後要有替代方案 赤家的選擇 second best 這經濟學者經常強調 沒有最完美的 所以一定要有備案 就是說赤家的方案 然後現在當然是太空時代 知識經濟 然後孫中山講過一句話 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 創新 科學創新的基礎也是同樣的 在於高深的學問 因為我們現在人類所面臨的問題 越來越複雜了 比如說不明疾病 像SARS等 然後氣候變遷 所以我們要關心 這些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然後如何解決 然後我們所協 如果對這些有幫助 當然是最好的 最理想的 或比如說在我們身後做招 像我最近開始 已經進行大概有五年了 食品安全 因為這食品安全在國內 國外都有發生 所以在太空時代 我們要更具有國際觀 然後關心人類共同的一些問題 還有一些衍生的文獻 這以後PO到學校網站都可以參考 最後我再次感謝 就是說交到給我這樣一個寶貴經驗 來跟大家做這樣的報告 尤其是我個人比較不擅長延遲表達 所以這樣的機會 我個人是非常感謝 然後也祝福同學 就是說學業有成 立足台灣望遠世界 將來貢獻所長 為台灣花光花熱 為人類的福祉 做出貢獻 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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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